接下来看到的是 取消了很多的美国国庆烟火 是全球缺工 还有各种通膨压力下的一个缩影 7月4号是美国国庆 包括了加州和德州 都取消了国庆烟火 七成到九成的烟火鞭炮 是中国大陆进口的 那么中国疫情封城 所以运输延迟 运费高涨 下定的烟火都还在海上 没有烟火可以释放 而美国经历了两年的疫情 合格的烟火释放人员 他们的训练都暂停了 所以跟美国很多行业一样 一解封人力不足 连烟火也没得放 烟火产业陷入了危机 新的竞争对手是无人机 澳洲北领地只在每年7月1日 领地日这天开放烟火鞭炮禁令 许多大人小孩才不管什么 夏季野火肆虐 把握这天炸好炸满 这种呼吁实在很难做到 野火在烧 鞭炮照放 今年澳洲北领地依然有上百起 鞭炮引燃的大小火灾 数人送医 同样7月初 美国国庆假期 放鞭炮和小型烟火 也是必备节目 美国烟火法规各处不同 大型烟火秀必须要由合格烟火师负责操作 部分州根本不准许一般民众燃放大龙炮之类的小型烟火 更有部分地区连仙女棒这类手持烟花也禁止 烟火销售商也必须有执照 但管得越严民众就越期待 今年却是分外扫兴 美国国内航班因缺工罢工 一片混乱 说话的民众人还没搭上飞机 期待的国庆烟火秀 主角也还在海上没有抵达美国 国庆大型烟火秀被迫取消或延期 烟火运输锻炼的情形前两年也发生过 美国的大型表演烟火70%从中国大陆进口 家用小型烟火和鞭炮更有高达94% 是中国制造 过去两年因为疫情 运输与人力成本上涨 美国市场烟火已经物以稀为贵的涨价 但今年中国大陆因疫情大规模封城 烟火不仅延迟到货 运费更涨了三倍 缺工也是问题 疫情期间美国烟火管理师的定期培训暂停 但要取得美国枪炮爆猎物管理局的 合格烟火师执照 定期训练是必须条件 没有合格的烟火师就不能进行大型烟火表演 7月3日美国华盛顿特区一位卡车司机 因不明疾病发作 车子失控冲撞 一位搭台准备烟火秀的工作人员不幸罹难 前一天晚上在佛罗里达州 一位民众燃放小型烟火 瑕疵品炸断了他的手背 各种意外让美国今年似乎与烟火 缘分淡薄 空气污染也让专家呼吁民众 戒掉烟火鞭炮吧 少了爆裂声与烟消炉 无人机简洁利落地在空中排列出彩色图案与字体 虽没有烟花璀璨 但灯光表演取代烟火秀的情形 今年在美国越来越普遍 明年还有烟火秀可看吗 世界正在改变中 TVBS新闻综合报道